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來看這場艾拉秀 Ella接連在11月14 與15日兩天舉辦艾拉秀 有著歌唱 戲劇脫口秀的豐富精彩內容 讓粉絲朋友看了讚不絕口 然而卸下演出的壓力後 她在慶功宴上又興奮又開心 到了接受訪問的時刻 忍不住又鼻酸紅了眼眶 怎麼我又想哭了 做完兩場秀這麼完美 是不是自己真的也很感動 我不敢說完美 其實我當然知道我可以更好 然後但是我覺得 你們如果有感受到 我們那個秀 我們整個團隊想要傳遞的訊息 對我而言就是最完美的事情 所以剛剛你下台是爆裂的 對 我下台的時候就很感動 就是在那一刻就是覺得 我們做完了這樣子 然後 然後真的可以好好的放鬆一下 壓力真的太大了 可是還是很感動 其實在第一天的晚上就有很多人會傳簡訊跟我講 就說你真的好棒 你真的好棒 其實我沒有好棒 我是跟大家一樣棒 我們每一個人都好棒 那為什麼大家會那麼多的感動跟共鳴 是因為我們都一樣 我們每一個人都是 都是好不容易才來到世界上的 所以 所以 我只是把大家已經遺忘的那件事情 再次的提醒你們 然後我希望每個人都可以真愛生命 真愛你的人生 然後好好的過好每一天 你看我已經活了快要四十年了 我經歷了很多東西 我剛剛其實一看到你們也很感動的是 你們真的看著我長大 看著我從一個男藝人變成女藝人 然後呢 又看著我從女藝人變成人妻 然後再經歷一些事情變成一個媽媽 你們真的就是見證我的一切啦這樣 所以你們也都是我人生中很重要的養分 你們也滋養了我 讓我成為現在的這個我這樣 所以剛剛看到你們就會有一種激動 就覺得 我們又聚在一塊沒有錯過這一切 然後我們都要珍惜能夠 在一起的每一次機會這樣 兩場演出博得許多好評 其中在Ella秀尾聲播出的彩蛋影片 記錄著當年Ella生產的辛苦過程 讓人看了深受感動 當初那個影片我只是想要自己做紀錄 因為我怎麼可以錯過我自己人生這麼重要的派對 我怎麼可以不看到他從我那裡出來 我一定要看到 而且我還特地交代攝影師 我說你一定要拍到他出來的那一刻 所以會真的血淋淋的這樣子 我會分享給大家是因為 我們都是這樣來的 可能很多人沒有機會看這樣子的影片 我有這個經歷我就想說跟大家分享 然後希望大家看到了一樣 看到了以後就可以理解 我想要告訴大家的是什麼這樣子 那果然那一段真的大家都非常的感動 這個影片進寶自己有看過 有 其實在之前我就有給他看過 我想要讓他知道說 你是怎麼來的 其實我跟進寶講話 都很像在跟大人講話 我都不會跟他講那種 就是垃圾話 我不會講或者是騙他 或者是恐嚇他 嚇他的話 我會讓他知道現實生活長什麼樣子 然後告訴他為什麼我們要這麼做等等 所以他看了以後 他自己有時候會很喜歡 會想說媽媽很喜歡看 因為有一個要點是因為 小孩很喜歡看手機 所以他就看得很開心這樣子 而且其實我本來真的很想要 就是邀請他一起上台 然後我在家裡還跟他練習 我說你要跳那個 How you like that 然後我們一起跳好不好這樣 然後結果他第一天看我總彩排的時候 他應該有被我的魅力震懾住 他有嚇到想去媽媽超屌的 然後所以他不敢上台這樣 那一來他會害羞 那二來可能是真的很貼心 不想搶走我的風采這樣子 反正我就覺得他很可愛 我也尊重他 我不想要逼他 但我還是一直問他說 你今天不想上台嗎 你要不要去坐升降台這樣子 他說不要啊 我要坐在台下啊 我不要啊 他就一直說不要 我的那個保姆阿姨 就會全程陪著他嘛 然後保姆阿姨就會跟我分享說 只要我一哭一哽咽 他就跟我說媽媽加油 然後我在跳快歌的時候 他就會在台下一直拍手 一直打節奏 然後會惭惑身邊的人說 你要拍手啊 你要拍手啊這樣 非常可愛這樣 很像我 有了寶貝兒子的應援 Ella又是窩心也感到暖心 然而看著這麼可愛的敬寶 也是Ella起心動念 想生第二胎的原因 這兩天都有不斷的在台上 跟姐夫喊話 就是要做一些功課 那老公今天晚上 就該你好好謝謝我囉 人家說 自食如虎啊 怎麼又講這個不正經的東西 今天晚上也越好 還有體力嗎 做完兩趟秀 這種東西感覺好像 要隨興一點啦 對 有時候我們也是會聊天 聊到很晚 然後突然一個就不小心 欸 欸 這樣 為什麼我會想要 突然想要生第二胎的感覺 是因為靜寶真的太可愛了 他真的給我好多很正面的力量 像今天就發生一件事情 我不是請大家拿手機 點燈 為我點燈嗎 然後靜寶他有那個手電筒 就是晚上會有 天上會有星星的那種燈 然後他就叫我幫他找那個燈 然後我們就問他說 為什麼你要帶這個出門 他說因為我要帶啊 我就是想帶啊 然後我們就跟他說 玩具不要帶出門 要不然你每次出去都沒有玩 然後阿姨都要幫你一直帶著 很重欸 然後他說不要 我就是要帶 所以他出門的時候 有在發脾氣這樣 可是後來上了車以後 他才跟我說 媽媽我到時候要幫你點這個燈啊 你就會覺得 他一直 對 他一直給我很多力量 然後我們大人會誤會他 所以我們大人常常會用 自以為的心情去理解小孩 所以我才會在台上說 我們每一個人來世界上都是有期望 都是有期待 抱著希望的 但是我們常常會被這個世界 磨耗掉很多東西 然後我就提醒大家不要忘了自己 就是那個很單純的寶寶 還是要抱持著很單純的心 抱持有希望的心這樣 說到感性之處又是一陣哽咽 讓Ella感動的 還有生命中不可或缺的 Selina與Hebe這兩位好姐妹 非常的 真的就是非常的感謝 因為我的人生 他們佔了我的人生非常大的一部分 然後我會變成現在這個樣子 也有他們很大的原因這樣 我在他們身上也學習到很多 然後我們也互相學習 然後我們雖然各自 現在都在各自的那個道路上在努力著 可是我們都沒有 沒有錯過彼此人生中很重要的時刻 我們都還是一直陪伴著彼此 像剛剛附贈一結束他也來到後台 然後就約說接下來要那個 約爬山了這樣子 反正就是一些老人行程這樣 然後他也覺得我做這場秀很棒 然後他還特地誇讚我說我那個唱跳 他說他沒有看過一個女藝人跟男藝人 唱跳可以唱成這樣的 就是給我很大的鼓勵這樣 所以就是真的非常謝謝他們 這兩天都抽空來陪我這樣 感謝Selina與Hebe 一路相知相伴 結束艾拉秀的演出 Ella也隨即宣布全新EP的推出 艾拉秀三部曲 在今天晚上12點會正式上線 然後裡面會有四首歌 有人生不能沒副歌 然後還有AkaElla 還有娛樂無限公司 還有晚安歌 然後希望大家能夠收藏這個EP 可以收藏艾拉秀 然後希望艾拉秀的精神可以陪大家 然後也給大家很多的力量 度過艱難的時刻 如同Ella所說的 把這些歌曲收藏起來 希望將艾拉秀 勵志也感動人心的精神 化作更多力量傳遞出去 完全樂王金堂 陳佳馮採訪報導 完全力量